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继续来说明我们的各个集破法的后半部 那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计算DFT嘛 如何用快速复列转换来计算DFT 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DFT二维正列的表示法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实义讯号SofN 经过DFT会得到SofK 那SofK就是DFT的值 那我们这边的想法是说 我们用二维的正列方式来表示我们的实义讯号 也就是说我们实义讯号的N是可以表示成L加ML 我们之前上一个part有提到二维正列的表示方式 那这边是用行取向来表示我们的实义讯号 SofN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SofK DFT的结果我们确实用列取向 columnwise 不是 rowwise 来表示我们的DFT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K等于MP加Q 所以记得这边实义是由列行取向 那DFT频率是由列取向来表示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DFT的数学式子 表示成这个式子 SofK等于SofPQ 那这边DFT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用列取向来表示嘛 所以我们把整个DFT的数学式子写下来 那这边WN就是等于Potential-J2π-N N是代表DFT的点数 那这是基本的DFT的数学算式 那我们这边注意到 我们这边N是等于L乘上N L乘上N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定义完这个 把这个DFT的数学写下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写 我们把SofN SofN 表示成我们刚才讲的 行取向跟列取向的方式 所以SofN表示成SofL.N 然后DFT就表示成SofP.Q 此时在W部分 我们这边注意 它这边的K跟N 同时也是把它换掉 因为我们现在K跟N 都可以分别以行取向跟列取向来表示嘛 所以K跟N都可以换掉 换成二维正列的表示方式 好 所以我们的SofK 根据上面一页 我们表示成这样 然后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把后面W部分 我们做一个展开 乘开 乘开 乘开之后会变成四项 这边有四项 有四个W 那这四个W 我们这边来做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更进步来看一下 这部分 那这个四个W相乘 我们先看第一项 那我们知道说 W基本上是Exp.J 这样东西嘛 所以这项 给Exp.J 2π N P.L 除上N 所以我们可以把分子部分的M 移到分母上 好 移到分母来 所以N 除上M 就给L 所以这一项最后可以得到什么 就是W P.L L 好 做这样的化简 那第二项呢 我们这边也一样做同样的化简 好 分子部分是M N 2π N P.M.L 分母是N 于是分子跟分母 因为分子部分是ML 乘起来就等于M 所以可以约掉 所以分子部分只剩下 -J 2π P.M 就等于1 好 那第三项呢 我们不动 第四项呢 我们一样的做法 我们可以把分子跟分母 约掉L 所以分母就剩下M 所以整项就变成W Q M 好 那这个四项我们就可以把它化简成 我们刚才分别的四项嘛 那再把它带回去我们一开始的式子 好 我们一开始我们DFT的表示法是变成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式子我们怎么样 整理一下 怎么整理呢 把这一项搬到后面去 把这一项搬到前面去 把这一项放到这位置 我们做这样的顺序的颠倒以及配置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式子 那从这式子我们会看到 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从最里面的括号里面看到说 它基本上是一个M点的DFT的运算 好 所以我们知道说 它就是个M点DFT 然后它基本上我们把这一个括号里面的这个值啊 我们定义成F L 到点Q 它是个M点的DFT 这时候啊 Q是这个变数嘛 好 那接下来Q 基本上它是因为M点嘛 所以Q是介于0到M-1 然后至于L的变数呢 因为我们知道L它是对于每个列嘛 所以它对于每个Raw 那L可能是从0到L-1 好 所以这边是有M点的DFT运算 它有几个M点的DFT运算 它总共有L个M点的DFT运算 为什么 因为L是从0到L-1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计算完之后 我们把这一块换成什么 把刚才那块换成F ofL0.q 那前面乘上一个W Q L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定乘步骤了 我们把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定乘 G 所以把它定义成这样 那这时候它L可以从0到L-1 Q可以从0到M-1 所以在这框框里面 它总共只有几个称法 L乘M个称法器的使用 这边只有纯粹是称法 好 这是步骤二 那算完这个 我们就把框框里面的东西定乘G 好 G of L0.q 好 然后第三步骤 我们看到说整个DFT的结果 就可以变成这个式子 好 那这式子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是怎么样 是个L点的DFT 好 这边变数P 它P是从0到L-1 那同时对Q来讲它是对每个column 所以Q是从0到M-1 所以这个式子代表是说 我们有计算M个L点的DFT的运算 好 因为 这式子本身是个L点的DFT运算 但是对Q这变数来讲 它可以是从0到M-1 所以这个式子来讲 应该说它计算量是 有M个L点的DFT的计算量 好 就可以算出我们最后结果 S of K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把原本DFT的结果 拆成这三个步骤来计算 那这样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下去 那 首先 我们第一步骤是M点的DFT 总共有L个 所以它乘法器的使用是 L乘上M平方 它加法器就是 LM乘上M-1 那第二步骤是只做一个乘法 我刚才提到 它是有几个乘法 L乘上M个乘法 那加法是0 那第三步骤是怎么样 是有M个L点的DFT 所以它的乘法器是 ML平方 它的加法器是 ML乘上L-1 所以把步骤一到步骤三 全部加起来 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来计算一个DFT的结果 总共用掉几个乘法器 与加法器 那全部的乘法器就是 N乘上M加L加1 的乘法器 那加法器是 N乘上M加L-2 这个加法器 好 这个数字 这个符号看起来 各位可能还没有感觉 我们来给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 假设我们来比较一下 我们总共DFT的点数是1000点 好 那这边我们设定 L等于2 M就相对于是500 因为L乘上M 就要等于M 就等于1000 好 以这样的设定下 我们来看一下 用刚才三个步骤计算 它需要多少个乘法器 所以它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它需要50300个乘法器 那加法器呢 是 是50万个加法器 好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如果用直接的DFT运算 它需要几个乘法器 就是N平方 N平方是多少 10的六十方 那10的六十方 那10的六十方 当然是大于50万3000嘛 好 是它两倍 那加法器呢 当然也是原大于 好 我们刚才那几个步骤 加起来的和 也就是说 这例子告诉我们说 我们为了计算 一个DFT的结果 我们透过二维阵列的表示方式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减少许多加法器 与称法器的使用 那这也是我们之后 我们等一下介绍 我们以二维记忆底 快速复力转换的一颗 基本的概念的说明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里面 我们继续介绍各个级破法 它主要是把一维的DFT的值 摆成二维的表示方式 透过一些计算的一些技巧 使得我们可以一次 不用计算N点的DFT 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许多小部分 然后在每个许多小部分上面的 乘法器与加法器的数量的结果 全部加起来 也是远远小于一次计算N点的 乘法器与加法器的数量 这也是哥哥吉普法的 主要的概念与精神